擔任這場記者外島主持人 模擬國家發生大停電 同學們化身記者提問 能源議題結合戲劇 讓課程更生活化 發現來這邊演講 可能學生還是很容易就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或者無趣 讓老師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一些議題 然後再去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 我們將來可以怎麼面對 為什麼我們需要戰身能源 我們就是承擔了31片的太陽能板的捐款 然後另外32片就開放 讓北投區的民眾優先來認購 成本會扣除以後 那原則上比較像定存利率的5%左右這樣 民眾他會發現就是說 他這個有保障 那還有投資在地的那個學校的這個工藝感 台北市的太陽光電 33.63千瓦 不過後來查起來 79%的人面積都是公家 自然的話 台北市大概最高可以補出到30%的 那些用電設備 從公家開始逐步推動 柯文哲表示目標2030年 台北市的太陽光電能夠比現在成長三倍 大約新聞高齡張略嘉 台北報導